《承報》 與千華初合作大談賊仔經五真與他買股票拍 與《市內街坊》 2015年7月13日娛樂C03由美亞長城傳媒 《少少兄弟電影公司 星王潮影視製作的電影寶貝當家》 昨日於嘉隆片場舉行開機探班發布會 監製黃晶、導演張敏 與一眾演員包括楊千華、吳鎮宇、黃思靈、魯芬、火星、 尖瑞文、袁秋、欣奇等會吳傳媒、採訪、六萬美、攝影 問楊千華與吳鎮宇率先出場 內地同聲黃思靈嚴宇小公主受多人照顧 鎮宇在台上大讚小妹妹乖巧 又欲緊得觸行謀世堂 想咬他一口,鎮宇於戲中一人分析兩角色 他笑言,一份人公演兩個角色,實在虧本 但現時股市不濟,唯有接受 問到鎮宇是否有很多股票在手 他說,股價跌得很低,我怕我忍不了手,趁低吸納 但其實我怕一買就會,於是,王子華都貴求我不要買股票 我比鮮奶更鮮奶,對股票完全無知 我狠狗沒有入市,連部股票機也不知丟到哪壓迫 但以前買下的股票有升有跌,發覺有些股票竟然是沒交投的 幾低價放出去都沒有人接貨,還是買樓保值 贊同聲王思玲聰明可愛千華與鎮宇是首度合作拍電影並扮演夫妻 鎮宇直言,兩人以前應該沒有太多話題 但大家以成家立室,大談照仔驚 問到兩人與聲王思玲合作後會否再有生際念頭 鎮宇大讚對方可愛又好玩,卻未有再生的想法 而語詩寧演舞女的千華亦大讚她聰明 她說,我已體會到有個女會如何跟她溝通 接近ύ不多,接近男女的戰爭